好 那麼新字圖的部分呢 我們這邊現在用的是這個叫S-Mine的 這個齁 那剛剛有介紹的就是從8以後呢 其實它就開始有所謂的雲端板 而且呢免費帳號就有1G的空間 1G的空間 我要跟各位講 我用新字圖我也用了好幾年 新字圖要放到1G 你要很努力才有 真的 因為其實新字圖主要都是文字啊 文字你放到100MB你就不得了了 一張磁碟片1.44MB 還知道什麼是磁碟片吧 現在小朋友 欸 我跟你講一下 現在小朋友看到這個你知道會回答什麼嗎 不是磁碟片 他要跟老師講 老師那是記憶卡 因為他們沒有看過磁碟片 這是真實案例 因為我寒暑假有教兒童班 哈哈哈哈 他們就說 老師那個記憶卡是要幹嘛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齁 你真的 現在這個時間還不錯 你可以直接找一下這個關鍵字 smine 你可以到他英文的官方網站 也可以到台灣的代理商的網站 代理商網站這邊也蠻不錯的 你點進來之後呢 因為都是中文的 所以你在用就比較方便 它上面有一些範例 好 你進來之後 軟體下載 smine有分兩種方式 一個是你像我們現在現場 用安裝的版本 你可以直接裝起來 是一種方式 但是它本身也有什麼 它所有作業系統都有 所以你倒不用特別擔心說 你們家用的有沒有超過這個範圍了 應該沒有吧 而且它現在有雲端板 雲端板雖然是比較簡單 不像就是桌面板的那麼豐富 但是至少好處是你走到哪邊 雲端板能夠上網 是不是都可以用 包括你的手機啊 平板都可以用 好 那你往下走 你會看到它有那個免安裝版 這是軟體下的 這是安裝版 ZIP應該是免安裝版的 在這裡 我看一下 對 它有寫在這裡 它有寫 壓縮的這個ZIP 就是免安裝 是不是就可以直接用了 壓縮就可以直接用了 好 那用免安裝版只有一個缺點 什麼缺點你知道嗎 你下載之後 不會變這個圖 哈哈 不會變這個圖式 你必須要自行來這邊開啟救檔 這樣應該了解意思啊 好 因為它就沒有 程式沒有做關聯嘛 所以你必須要打開程式之後 自己用開救檔的方式去打開 好 那如果是安裝的 就直接點兩架會有這個圖式 像這樣子 好 那這個地方呢 因為它現在有雲端板 所以我們還是鼓勵大家 可以的話呢 你來官方網站上註冊一下 好 去那邊註冊一下 那你可以看這邊 有沒有一個註冊取得免費帳號 點下去 阿這個我就不用講太多了對不對 如果你不是真心的 我應該不用講那個關鍵字了吧 哈哈哈哈 好 那就你可以先註冊一下 好不好 先用一下 等一下呢 我們可以一起試看看 就是 雲端的 怎麼去把它放進來 因為你有註冊這個帳號 其實有個好處 假設你放在雲端 就算我今天不小心 忘了怎麼樣 帶檔案來 是不是登錄就可以用 所以我會蠻鼓勵 可以建一個雲端的帳號 那麼不管你是今天有軟體也好 或者是有直接進他的網站 你舊的檔案都可以直接叫出來 都可以直接叫出來